她为何成为两个男人的女友 经常在一起跳舞嘛 就弹上了 她为何惹得家人怨声载道 她一个年轻小伙子 不找正经工作 不谈恋爱 我有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把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当作职业在做 人间真情即将播出 感知生活温度 寻找人间真情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 人间真情 我是赵丹居 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您可以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选择摇电视 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如果您可以提供 身边的故事线索的话 还会有丰厚的大奖 等您来拿 我们今天节目的求助者 是重庆的梁琴 梁琴跟我们说 她的表弟毕刚 已经年轻三十 但一直都没有找到 合适的女友 可就在不久之前 毕刚终于谈恋爱了 但是就在家人很高兴的时候 家人却意外地发现 这个女孩子 有可能是个情感骗子 那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女孩 为什么会让毕刚的家人 有这样的怀疑呢 一起走进 今天的人间真情 在重庆市江北区的一个居民小区里 我们见到了梁琴 梁琴告诉我们 表弟毕刚今年27岁 来自重庆市凤杰县的一个小急镇 由于长期一个人在重庆生活 加上性格内向 所以迟迟没有谈上对象 在我们凤杰老家 在我们凤杰老家 男孩子25岁 基本上都已经结婚生子了 像我表弟这样的 算是大年轻年了 我的那个小姨 就这么一个小孩 他们一直非常着急 想他尽快地耍上朋友 好成家立业 半年前 在家人的期盼中 毕刚终于谈上了个女朋友 那个女孩子叫赵雪平 今年24岁 长得挺漂亮的 嘴巴也很会讲话 在一家投资公司上班 看到毕刚交上了漂亮的女朋友 毕刚的父母终于放下心来 作为表姐的梁琴 也感到十分的高兴 但是不久前的一个聚会 却让梁琴发现了赵雪平身上 隐藏的秘密 前段时间我请朋友吃饭 其中的一个朋友 刚好认识赵雪平公司的一个人 我就请他去帮我打听赵雪平 这个人怎么样 家里情况怎么样 然后过了几天 我的朋友就给我打电话 他就很奇怪地问我 他说你真的确定 你的那个表弟 在和赵雪平在耍朋友吗 朋友的询问 让梁琴感到有些不安 在做出肯定的回答后 梁琴很快收到了 朋友发来的一张照片 我就看到赵雪平和 那个男孩子的照片 在一起的照片 我朋友讲 那个男孩子就是他的男朋友 他们俩在一起 都已经两年时间了 已经 听到这个消息 梁琴十分震惊 既然已经有男朋友 赵雪平为什么还要 跟自己的表弟谈恋爱呢 她的所谓的恋爱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请上 我们今天节目的求助者 梁琴有请 你好 好不容易谈了恋爱 家人是特别高兴的 可是又突然有了 这样的一个发现 心里肯定很难过 你这个发现 有跟你表弟说起吗 他知道吗 我还没敢告诉他呢 因为我表弟从小 把他性格比较内向 而且比较好面子 他到重庆来了 差不多十年时间 他都基本上 不敢主动去 跟女孩子打招呼 现在他好不容易 交上个女朋友 要是让他知道 他还是个感情骗子的话 我担心他以后 再也不敢 跟女孩子交往了 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他们俩 经常在一起跳舞 就弹上了 那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 知道说两个人在恋爱 大概半年前吧 毕刚带着他 和另外一个女孩子 回我们重庆凤姐老家 当时我也在 刚好也在凤姐 中午的时候 我就请他们 然后我小姨 小姨夫到我家吃饭 也就是毕刚的爸爸妈妈 对 他过我们这座 来敬酒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那两个女孩子 哪一个是你的女朋友 他就悄悄指着 赵雪萍跟我讲 他说那个就是 当时我小姨小姨夫 在旁边听见了 激动的不得了 被他高兴 对 终于谈恋爱了 对 非常高兴 那个时候 刚刚他指着 那个女孩的时候 你觉得对那个女孩 印象好吗 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她 那这半年多的时间 你们有没有觉得说 这两个人的 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 不对劲的地方 没有 因为平时吧 我们跟毕刚 和那个赵雪萍 接触的不多 我都是通过 毕刚的朋友圈 才知道的 比如说赵雪萍 经常会去 毕刚家里吃饭 然后毕刚 也会烧很多的菜 毕刚忙的时候呢 赵雪萍也会 拿了他的钥匙 去他家 给他打扫卫生 这些他都会 发到他的朋友圈里 然后3月14号的时候 白色情侦节嘛 毕刚还收到了 赵雪萍给他 送的白玫瑰 他就发照片 在那个朋友圈里说 这花是谁送的 我收了 就是故意显摆 炫耀的样子 就感觉到赵雪萍 对你表弟 也是用情挺深的 经常很主动来帮他 对 那会不会有可能 就是确实他可能 之前有一个男朋友 两个人还没有了断 而这个时候 可能跟你表弟 又产生了感情 也许正处于 跟那个男朋友 分手的阶段 不可能 因为我朋友 去详细了解过了 赵雪萍和他的 那个男朋友 关系很好 没有分手 既然说 跟他的男朋友 关系很好 那跟你的表弟 又是什么关系呢 我估计的话 他应该是 把毕刚当备胎了吧 因为我听朋友 去了解过了 听说是赵雪萍的 那个男朋友 挺会挣钱的 交际 交际关系也挺广 然后身边喜欢 他的女孩子 也挺多的 赵雪萍心理压力 应该是很大 然后毕刚 为人老师 对人也 也非常的体贴 而且现在 二十七了 一直交不到女朋友 我估计 赵雪萍把毕刚当备胎 应该是最合适的了 梁琴在之前 刚刚发现 赵雪萍有男朋友的时候 他只是初步地判定 赵雪萍也许 只是把自己的表情 当作了备胎 但是让他惊讶的是 随后的发现 让他更加的意外了 已经有了男朋友的赵雪萍 为什么要跟毕刚谈恋爱 他真的是把毕刚 当备胎了吗 为了弄清 事情的真相 给表弟讨个公道 梁琴 根据朋友提供的地址 找到赵雪萍公司所在地 赵雪萍就在前面那栋楼上班 他每天上下班 都要从这条路经过 他现在马上也要下班了 您是在这儿等着什么 对 我本来想到他公司去找他 那样虽然解气 但是对毕刚也没什么好处 我希望他出来解释一下 然后向毕刚道歉 给他一个交代 二十分钟后 梁琴在人流中 发现了赵雪萍 那个就是赵雪萍 哪个 那个穿留在裤那个 旁边那个好像是男朋友 你们能拍到吗 拍一下 做个证据 就在梁琴拍照的过程中 一个熟悉的身影 迎着赵雪萍和他的男友 走了过去 那个好像是毕刚 对呀 他怎么会男呢 毕刚好像认识赵雪萍男朋友 面对突然出现的毕刚 梁琴感到一头的雾水 毕刚为什么会认识 赵雪萍的男友呢 他和赵雪萍之间 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了解到 其实你是看到 你的表弟确切地知道 赵雪萍是有男朋友的 而且他们三个人 彼此都是认识的 对 那为什么那一次回家的时候 他还会指着其中那个女孩 就是赵雪萍说 那就是我的女朋友 我觉得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 因为他到现在二十七了 一直没找到女朋友 然后他怕家里人说他 然后故意请赵雪萍帮忙 假冒她的女朋友 然后带回家骗我们 但是我也觉得好奇 像赵雪萍人家有男朋友 他的男朋友怎么会同意说 让他来冒充毕刚的女朋友回家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作为表姐 梁琴是对目前了解到的 这个所有的状况 是搞得很晕 他实在不能弄明白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今天呢 我们也请到了梁琴的表弟毕刚 我们就想来听他自己 来亲口解释一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来 有请毕刚 你坐哈 表姐还有你的家人 是特别替你担心 也很着急 能不能先跟我们确认一下 赵雪萍是你的女朋友吗 不是 我只是跟他们 开了一个玩笑 没想到他们就当真的 有这样开玩笑 开半年之久的吗 那你这样不是 诚心欺骗我们呀 首先第一点 你确认赵雪萍 不是你的女朋友 第二点 你说我跟他们 开了个玩笑 他们是指谁 我爸妈 因为我爸妈 他们要求我在27岁之前 必须耍上女朋友 三岁之前必须结婚生孩子 不然的话就让我回 那个我们凤建老家生活 还让我跟凤建老家的 一个女孩在一起 你特别不愿意 不愿意 我记得差不多是在半年前嘛 我带着赵雪萍 和另外一个女生 到我们凤建老家去办点事 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爸妈还有我姐 他们逮着一个机会 就一直追问我 谈女朋友的事 我被他们逼得没办法 然后我就顺手 指了指赵雪萍 我说我谈了女朋友 她就是 我也没想到 他们会那么认真 就相信了 你刚才说 这个家里人这个压力 让你挺承受不了的 为什么家里人 一定要给他 这样的压力 这主要也要关他自己 他到重庆 差不多十年时间了 他就是白天睡觉 然后晚上跳舞 也不找一个正经工作 也不谈恋爱 你说我小姨 小姨父 还有我们这亲戚朋友的 不可能不着急 对吧 我问一下笔刚 你有正当职业吗 我有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把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当做职业在做 那你表姐说的 白天睡觉 晚上去跳舞 那这种状态 好像大多数人 确实不太能理解 你跳什么舞 我跳广场舞 那这也就是你的职业 对 广场舞是指在广场上 进行的集体形式的舞蹈 具有强身健体 愉悦身心 结交朋友等许多功能 广场舞不要求跳舞者 具备任何舞蹈功底 参与门槛较低 参与成本也很低廉 因此在当下中国日渐兴盛 成为参与人数最多 覆盖面最大 影响范围最为广泛的 民间自娱自乐的舞蹈形式 由于广场舞动作较为简单 舞曲多以民族歌曲为主 参与人群 以闲暇时间较多的中老年人 特别是中老年妇女为主 所以广场舞常被称作 大妈们跳的舞蹈 那么作为一名年轻的小伙子 毕刚 为什么会爱上广场舞 甚至把跳广场舞 视为自己的职业呢 最开始我也没有想过 把这个当作职业 就是自己喜欢 然后就去跟着跳了 我记得是在我14岁的时候 一个暑假 我到我们镇上的一个广场上 去玩 就刚好看见一群老大妈 在广场上跳舞 因为我们当时是农村的嘛 就没有地方学习跳舞嘛 然后我自己又喜欢 我当时可能就觉得 可能跟着他们跳 也是能够学习舞蹈的 然后我就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跳 然后在我们老家的时候 跳了差不多有三年多 后来我到了重庆 也跳了将近十年 总共我跳广场舞的时间 是差不多有13年左右了 一直没停下来 就是从凤姐老家 刚到重庆的时候嘛 住在我家里 那时候我自己做相邦生意嘛 他就在我店里帮忙 刚到重庆 他不知道哪里有跳广场舞的嘛 然后每天下班 然后就自己到处打着车 到处去找 然后找到那呢 就晚上就跑去跳广场舞 非常痴迷的那个 白天那个店里没有客人的时候 他也在店里面跳 这样让人看见 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觉得很奇怪 因为一个男孩子嘛 这样在店里面 跳那种扭屁股的舞 肯定是大家都接受不了 你定义为就是广场舞 就是扭屁股的舞 对 是不是还是最主要的是 你觉得广场舞其实就应该属于 大爷大妈们跳的 中老年人 而不应该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跳的 这是你们不能接受的 我也不是说跳广场舞不好 但是他一个年轻小伙子 不找正经工作 不谈恋爱 差不多到重庆十年的时间 十年 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出去和一群老大妈一起去跳广场舞 这个样子的话 他去找谁耍朋友 我理解了 其实你们家人担心的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跳广场舞 你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当的职业 赚不到钱 第二点就是觉得这个找不到女朋友 好 我先来问一下 比刚第一点 家人担心的是 你的这个爱好挣不到钱 做这个能挣到钱吗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靠这个挣钱 然后就是自己喜欢跳 然后就去跳了 刚开始我跳广场舞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 没有年轻人 可能是由于我自己年轻嘛 然后学得比较快 然后跳得也比较好嘛 然后就被那群阿姨就推到了第一排去跳 然后隔了一段时间 在我们重庆当地的另外一个广场 有一群阿姨 他们自己想组一个队 他们就邀请我去给他们编舞 教舞 然后做领舞这些 我当时觉得 如果我每天全职着去做这些事的话 就会耽误自己工作的时间 就没办法讨生计 我当时是没有答应他们 你那时候有工作吗 那个时候在表姐那边帮他们卖包 然后后来他们也不知道 那段时间是在哪里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他们就轮番着给我发短信打电话 让我过去给他们教舞 而且他们还主动说 每个人每个月给我20块钱作为学费 我当时看他们那么的热情 然后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然后就过去了 去了以后 刚开始就有十几个人 第二周的时候就有好几十了 第三周的时候就有一百多人 那个时候我靠收那个广场舞的学费 每个月能够收到两千多块钱 然后也够自己的收货 然后后来就干脆做起了全职的广场舞老师 那为什么别人就认你呢 我自己跳广场舞我会对它有一些改编 然后以前的话可能那些叔叔阿姨他们跳的广场舞 都是选的那些比较老一点的歌 因为我现在就接 你会带进去新的活力的东西 对 流行一点的音乐呀 或者更动感一点的音乐 然后给他们注入这些新鲜的元素进去 所以说他们可能就会更喜欢我的吧 就有些事情可能大家觉得很普通啊 这事儿太简单了 或者说太大众化了 别人也许看着觉得这怎么能成为一个职业呢 但是如果你真的钻研进去 你愿意去从中找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的话 你还是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的 那好 你觉得这个做职业养活自己 你觉得没问题 那我们再来说表姐担心的第二个问题 谈女朋友的问题 为什么你觉得跳这个舞就谈不到女朋友呢 白天睡觉 晚上跳舞 跳舞也是和一群老大妈一起跳舞 她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其他的女孩子 我认为的 我包括我家人认为的 天天去跳那种扭屁股的舞 那有哪个女孩子愿意跟她耍朋友啊 你跳舞的时候会有人对你另眼相看吗 有的 而且还很多嘛 其实最开始的话听着就会很伤心嘛 很难过 最开始我跳舞的时候我都不会去看人 我只是自己喜欢跳 我看着地板跳 然后我听着音乐自己跳的头弱 后来 不敢看人是因为什么 怕真的有人嘲笑你 对 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话 可以通过眼睛来传递很多事情 比如说有些人他笑容 他从眼睛里 他给你透露的是他比较欣赏你 你能看出来 他是嘲笑你的也能够看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基本上不会看他们 看地板 后来呢 后来有段时间我就有一点想放弃了 其实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些阿姨嘛 他们因为跟着我跳了一段时间 他们知道我想放弃这个练想之后 他们就轮番着给我打电话 就劝我你自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 你现在做的事就对的事 而且你确实是带领我们大家都健康快乐了 他们劝我 他们给了我力气 他们给了我鼓励 那你后来还看地板吗 在跳舞的时候 现在我可以很自信地然后抬起头 然后去看着人家 他给予我微笑 我也给予他微笑 他如果嘲笑我就不看他 我看其他的人 但是表姐是讲 做这个事可能在有一些人眼里 可能还是觉得不太能接受 而且她觉得这也很难找到女朋友 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女孩子 你刚才已经确定说那不是你的女友 可分明我们看到在后来的这个关系当中 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会有你表姐看到的 其实更像恋人之间的那些情况 比如说拿着你的钥匙去你家里 帮你打扫卫生 还有表姐觉得她还送了你玫瑰花等等 今天在这个现场我们也请到了赵雪平 你介意我们把她请上来 把这些事情解释一下吗 可以的 可以的是吧 好 好 下面我们请上女孩赵雪平 有请 女孩好 请坐 我想问一下 之前我们聊到的说碧刚跟家里人说起 说你是她的女朋友 这件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 后来告诉过我 你不介意吗 这个倒不会 因为碧刚她是教我们跳广场舞的老师 其实我们大家平时都挺尊敬她的 如果说她有什么困难了 我们能够帮她上忙的话 也是非常乐意的 因为跳广场舞 对 很多人觉得那是中老年人跳的 你为什么也会跟着她学呢 是这样的 自从碧刚去那个观音桥广场宁舞之后呢 她自己会编出很多的舞蹈 就是既适合中老年人跳 也适合年轻人跳 所以现在的话也会有很多的年轻人跟着一起跳 好 我们再回到前面我提的那个问题 就一开始碧刚说到你是她的女朋友 这件事你不介意 但让我们疑惑的是 为什么后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在表姐看来 你跟她的关系好像挺密切 这件事情 表姐还有碧刚的父母确实是误会了 因为当时碧刚在观音桥广场宁舞 然后我们有三四个女孩会跳得比较好 所以每次她叫新舞的时候 就会把我们几个叫到她家里先去学习 学好了 然后晚上再去广场的前排领舞 这样就是时间长了嘛 大家在一起也会玩得比较好 所以也会经常在她家里吃饭 然后她家里还养了两只小狗 然后那两只小狗就特别地调皮 经常会把那个地板弄得特别地脏 然后我们肯定也会顺便帮着打扫一下的 然后其实碧刚她会经常在那个 她的朋友圈里晒这些照片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表姐 她就只记住了我一个人去她家里吃饭 还有打扫卫生 那当然对于迫切地想让碧刚找到女朋友的家人来说 他们最关注的就是那个是碧刚女朋友的那个女孩子 但那个玫瑰花呢 那个玫瑰花不是我送的 是谁送的你知道吗 其实如果说按我的了解 其实碧刚她经常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礼物 因为有的是阿姨些送的 有的就是喜欢她的女孩送的 表姐觉得意外吗 意外 你之前是觉得像她这样的 做这一行的没人喜欢 对 你看有这么多人送花给她 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们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 会给她介绍 但是她其实私底下也会跟我们讲 她其实一直在找女朋友 只不过呢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 是这样 那你将来是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呢 我觉得首先要看演员吧 然后就是能够理解我支持我跳广场舞的人 你自己是不是对于这27岁的年龄没有找到女友 其实并不着急 我觉得还好啊 因为我才27岁不是37岁 我觉得城市里面27岁没有找女朋友的还有很多 真的 我觉得作为表姐 还有作为我们大家 可能对于你将来找女朋友这件事情 不会太担心 刚才碧刚自己也讲到 她的广场舞一共跳了13年 从最开始跟人学到后来成了05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碧刚在做广场舞的05的时候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正式 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是重庆观音桥广场 虽然初春的重庆天气较冷 跳舞的人并不多 但是今晚还是有300多人跟随碧刚一起跳广场舞 因为广场舞跳得好 又能不断编出充满年轻活力的舞蹈动作 2010年开始 碧刚在重庆广场舞圈子里渐渐有了名气 跟她学跳舞的人有好几百人 碧刚那个蝙蝠很适合我们老年人 通过这几年跳的话 我身体好多了 不管是感冒 肢眼我现在都好了 全部都感觉到自己身体的活跃 跟着年轻一起跳 更是自己更加的年轻 所以说我们都觉得喜欢这个广场舞 结交了很多顶手 朋友 每天反正心情很愉快 碧刚那个玩儿还是很不错 经常一阻止我们出去 比如说刷牙那些 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都觉得它是我们的要人 2012年一家电视台邀请碧刚 参加了一档电视节目制作 回来后跟随碧刚跳舞的人越来越多 最多时达到了上千人 跳广场舞成了重庆观音桥夜生活的一道风景 而碧刚也成了这道风景中的明星 真的是人特别多的时候 会有上千人跟着你一块跳 差不多吧 然后我们私底下会给他这样算一下 我说如果说按照每人每个月20块钱收费的话 可能一个月下来最少也有两到三万块钱吧 这在重庆来说的话 还是一笔很大的收入的 但是没想到的是 就是他看着越来越多的阿姨跟着他跳 广场舞之后呢 他就决定不收费了 免费交跳广场舞 你之前你是跟我讲 说把你这个爱好当做一个职业在做 但是你后来这职业你又不收费了 为什么不收费了呢 因为我在12年参加一档节目之后 可能是因为名气大了吧 然后每天晚上来跟我跳舞的人就越来越多 然后当时就是有些是交费的 有些是不愿意交费的 交费的那些就是一直跟我跳舞的那些阿姨们 他们呢为了维护我 就不让那些没有交费的来跳 这样他们之间就会发生很多的矛盾 经常闹些不愉快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我以前只是把广场舞当做一个爱好 一个锻炼升起的一个方式 我没有想过靠广场舞发财 如果因为学费的事 让一大群人整天闹得不愉快 整天闹矛盾 我觉得我自己也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 为了让大家都开心都快乐 我就在我们重庆的关桥宣布 不再收学费了 那你自己的生活靠什么维系呢 其实在那个一二年上了节目之后 还是有挺多人认识我的 他们会给我介绍很多的演出啊 活动啊这些 我靠那些的收入 也基本上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你这一步收费 是不是跟着你跳舞的人 就越发的多了 对 越来越多了 然后有那么多人跟着你 然后能跟我们说说 那时候什么心理感觉 自豪感 我觉得我自己坚持的事是对的 因为你跳了十三年广场舞了 以后还是会继续这样下去吗 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 您可以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 选择摇电视 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如果您可以提供 相关的故事线索的话 也会有精美的大奖 等您来拿 因为你跳了十三年广场舞了 以后还是会继续这样下去吗 我肯定会一直坚持 跳广场舞跳下去的 而且我想让更多的人 跟我一起来跳广场舞 如果是我一个人去教的话 那肯定还是有些吃力的 现在呢 我再慢慢地拍一些教学视频 把它上传到网络 然后免费地让大家观看 这样让全国各地 喜欢跳广场舞的人 都可以观看到广场舞 学习到广场舞 而且我真的觉得广场舞 不是中党年龄的专利 年轻人也能跳 准备组一个队 一个年轻点的队伍 然后还要以我们 来带领更多的年轻人 跟我一起跳广场舞 所以呢 我会一直坚持跳广场舞 把广场舞发扬光大的 今天听到的这个故事 是关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对于广场舞的热爱 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会觉得广场舞 只是属于大爷大妈们的专利 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却看到 对于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你坚持 你就可以做到最好 做到极致 而且我们觉得 毕刚做的这件事情 应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可以让那么多的人 加入到这样运动的行列当中来 可以让他们身体健康 可以让他们身心快乐 所以我们在这儿 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好小伙子 可以赶紧找到 属于他的另一半 好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 人间珍惜 下周同意时间 我们得见 看着我的脸 你怎么会突然害羞 是不是被我的眉毛冲昏了头 我知道我完美的 让你无如可走 其实我只是有一点可爱过头 你会懵懵的害羞 会懵懵的摇头 会懵懵的说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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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爱我永久 梦乱你小宇宙 永远要祈祷 女人本来就很美 感觉自己萌萌达 心里开出了花 快乐就啪啪啪 感觉自己萌萌达